玉佩老师 什么样性命笔画的人 会让人家看不出来年纪 看不出年纪我们从两个方向 一个是从外貌 一个是从她的心态 那我们要看的是女生的名字 人格跟总格 所以大家就把人格总格的笔画 拿出来对不对看 你是不是那个 看不出年纪的女生 我们先来看她看不出年纪 是因为她外表非常的年轻 人格总格如果出现 十一 十四 十七 十九 二十三 二十八 三十四十一 跟五十二的人 我有耶 十九 这个其实在怎么 十一十七人格 在怎么天生立直的女人 她其实都是经不起岁月的摧残 只是说她毁损的程度 高与低而已 还有跟时间早跟晚而已 那么这些组合的女生 她们平常就很会保养自己 其实你从外表是看不出她的年纪的 她的保养我们就回到 刚刚所说的 第一个就是基础保养 她们其实很重视脸 其实一个人年不年轻 从肤质来看 你年纪很轻 可是你的皮肤不是很好 比如说油油的 粗糙粗糙的 马上你的年龄 就被人家拉高了十岁以上 那也有的人到了五六十岁 那光滑的皮肤也会让人家看出 哇 你好像四十几岁 所以呢 这些组合的女生 她们对于脸 尤其是卸妆这一块 这个钱她们是绝对不会省的 那有些女生她们不化妆 可是平常在洗脸上面 她都很重视 总之她是再怎么忙 晚上都要让自己敷一张面膜 让自己的脸QQ 是有弹性的 总之她们就是随时把自己 保持在最佳的状态 可是外表很年轻 那个光 那个是不够的 其实她们也不断地在充实 自己肚子里面有没有祸 其实有一些内涵 再加上你的外表 自己的自信心也就出来了 还有一个会被大家忽略的 就是情绪 适当地抒发自己的情绪 那情绪好 其实你的气色就好 那当然在外表上面看起来 你就是年轻亮丽了 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呢 是因为她心态很年轻 人格跟总格是 13 16 24 29 32 35 45跟57的人 这些组合的女生年纪越大 她在穿着打扮上面是越年轻 颜色越是艳丽 因为她觉得谁规定 年纪大的人一定要穿得暗沉 才叫做稳重 所以即便是五彩缤纷 只要我搭配得得以 我除了稳重保有之外 我还不失为青春嘛 所以他们年纪越大 其实心态跟年轻人是一样的 心态会越年轻 她很喜欢就是跟着目前的资讯 跟着目前的潮流在走 然后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 然后到处爬爬走 让自己的生活 到处流窜着一种活跃的这种活力 还有一个保持着一个好奇心 我们这个叫做赤子之心 因为有好多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 思想就会停顿 那有好奇心就会让你不断的去钻研 那最重要还有就是 会想办法来建修自己 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很重要 就是青春其实它是一种态度 它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摆脱了这样的一个 我年纪大了 我年纪大了 这样的一种想法 只要你的态度是正确的 你就是青春的一个人 给大家说很好 好